联合吴三桂共同对付李自成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所以他在接到吴三桂的求援信之后 立刻就带领阿继格多夺率领大军赶往山海关 后来部队在20日清晨行至连山时 他得知李自成大军马上就要抵达山海关 于是率领骑兵一日半时间里奔系三百里 在4月22日清晨就抵达了山海关外不远的威远台 此时多尔滚了解到之前吴三桂让他们通过的爱口已经被唐通把守 于是他在抵达之后立刻派军向唐通发起了进攻 唐通完全没有料到八旗军这么快就达到了跟前 准备不足很快就被击退 不过在夺下爱口之后 多尔滚并没有按照约定进军 而是按兵部队 继续观察山海关的战况 八旗军入关 陷入绝境的吴三桂得知八旗军已经来到山海关附近之后 大喜过往